亚特兰提斯号在破晓前降落在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 上升美国NASA为其30年的太空运输系统计划落幕 亚特兰提斯号在当地时间7月21号清晨5点56分降落在甘乃迪太空中心 时速每小时可达28,160公里 亚特兰提斯号协助过建造国际空间站的任务 发射哈勃望远镜 还能一次将数个卫星送入轨道 由于维护成本太高 美国政府下令太空缩退休 未来几年将战时依赖俄罗斯 把美国太空人送上太空站 尽管天候不佳 许多民众还是蜂拥而知 想一睹亚特兰提斯号完成历史性任务的一刻 在德州指挥任务的詹森太空中心 门外也是挤满人潮 此时此刻相较于太空海岸 人们情绪高涨 与亚特兰提斯号任务有关的超过3000多名员工 则准备另谋他职 新唐人记者戴史杰综合报道